前两天的一次民调显示 在共和党人内部对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支持率 已经开始一边倒的超过了川普的支持率 这次民调抽样人数1000人是在上周进行的 调查显示 56%的共和党人倾向于和共和党独立人士 56%的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 他们更希望德桑蒂斯来参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 只有33%的人希望看到川普来代表共和党 再次参选 这一次民调还显示 川普在共和党人内部的支持率 已经从10月份的75%下降到12月份的64% 反对率从18%上升到23% 共和党虽然在过于保守方面 他开始失去越来越多的选民 尤其是年轻选民的支持 但是如果共和党人能够摆脱川普这种明显的 非美国的煽动家的这种控制 无疑对自己重新夺回白宫是有帮助的 对于2020年大选的这种很多的投票者来说 他们与其说是支持拜登给拜登投票 还不如说是他们是因为讨厌川普才投票给拜登 所以有一些媒体有一些夸张的说 如果2024年共和党推出川普做候选人的话 那民主党哪怕是摆一个饼干桶做候选人 也可能会赢得白宫 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 但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川普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你是像常识和主流民意妥协呢 还是继续加码更加疯狂 以这种几乎半疯半颠的姿态 来激发更多的自己的拥躬出来支持自己 你会怎么做 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对美国现在的民主情况了解的话 美国现在的民意两极分化 两派意见的民众都变得更为僵硬 换句话说 你要试图去说服他们 让他们改变立场 用事实证据去说服他们 非常非常困难 民共两党的竞选策略 都是从原来是争取中间选民 扩大自己选民基础 现在不这样做了 现在转而刺激自己的核心选民 就是增加自己核心选民的投票率 这种策略的结果 其实就是两党都必须变得更为极端 左派 你要讨好左派选民 就要变得更左 右派要讨好右派选民 要变得更右 这个是现状 但实在不是美国民主的一个福音 所以我能看到这个问题 搞宣传工作出身的 这个川普同志自然是知道自己应该去怎么做 所以最近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的平台上 他这样写 他说 2020年这种大规模的舞弊 使得我们可以不遵守所有的规则 所有的条例和所有的法律 即使是那些写在宪法里的也一样可以不遵守 这是他的原话 这就是说 川普认为为了支持我 革命群众们可以彻底砸烂公卷法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彻底砸烂美国宪法 川普胜选比美国宪法更重要 这就是他这段话的意思 极端到这种程度的言论 你其实和在美国煽动革命已经没有太远的距离了 所以这种说法甚至是遭到共和党内部的反弹 这个确实是太可笑了 你一个自称是保守主义的政党 你的前总统竟然因为自己败选 而在美国煽动抛弃宪法的革命 什么叫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的核心就是要维持秩序 维持现有秩序 这个是保守主义的核心的核心 结果现在是保守主义者 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人出来鼓动革命 这个确实是太讽刺了 所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共和党领袖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叫麦克特纳 他表示说他强烈的不同意 并且绝对的谴责川普的言论 他说这些言论应该成为共和党人决定 谁应该在2024年领导他们政党的一个因素 而川普的老对头建制派的共和党人 Liz Cheney 他表示说没有一个诚实的人可以承认 没有一个诚实的人可以否认 川普已经成为了我们宪法的敌人 即使伊隆马斯克他一直表示说应该让川普说话 推特的新老板伊隆马斯克他也表示说 他说我就说一句话 宪法比任何总统都更为重要 这个是美国的基础的价值观 但是川普的这种继续加码的做法是否能起效呢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川普还能够赢得共和党支持的可能性 已经比较小了 上面我们看到的民调就是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明 另外还有一些在中期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迹象 像佐治亚 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 佐治亚州几乎所有的共和党的候选人都顺利当选了 因为佐治亚本来就是个红州 包括州长州务卿司法部长等等 一共八个重要的共和党候选人全部当选 唯一一个落选的就是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的参议员的候选人 沃克 他和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是他是坚定的川普的支持者 他也讲2020年大选有舞弊 而其他的佐治亚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都和川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我们再看一组数据 在几个重要的摇摆州 注意美国的政治基本上都是这些摇摆州决定的 几个重要的摇摆州 包括亚利桑那 宾夕法尼亚 威斯康辛 密西根 内华达 佐治亚等等这些州 在州长 州务卿 参议员 这些重要的联邦的选举中 川普背书的候选人一共15个 13个落选 只有两个人获胜 所以前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美国共和党的明星人物 很年轻很英俊的保罗瑞恩 他说 如果我们抛弃川普 我们将开始赢得选举 如果我们继续和川普搅在一块 我们会继续失去选举 这事我就是这么看的 那么谈到美国政治 就必须要谈钱 共和党的重要的金主 黑石投资的 Steven Schwarzman 他是这个黑石投资的 Founder之一 他说 共和党是时候选择 新一代领导人了 我会支持新领导人的 他的另一位金主 就是这个非常积极的 给共和党投资 非常积极的一位 这个对冲基金经理 叫Ken Griffin 他现在 今年到现在的话 他已经是 向共和党投了 6800万美元 大概是 他直接干脆叫川普 叫三连输家 three times loser 什么意思 他指的是 2018年的中期选举 2020年的总统大选 和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 三次川普 在川普的领导下 共和党都输了 他说 川普不应该再来搅和 2024年的总统大选 甚至包括川普的前副总统 彭斯 彭斯 川普的老臣了 可以讲 在被问及 是否愿意在2024年 投票给川普的时候 他说 嗯 我会选其他人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 而且作为彭斯这样内向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 我会选其他人 他没有说我不选川普 他说我会选其他人 还有那些曾经吹捧川普的右翼媒体 比如像福克斯新闻 纽约邮报 这样都纷纷开始 从支持川普转而批评川普 还有一组民调是来自美国著名的选举网站 538公众对川普的看法 40%认同 55%不认同 像前面说的 这个共和党内部 对川普持这个认同态度的人 也下降到60%的水平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川普现在官司缠身 不仅有私藏国家机密文件的起诉 还有可能有这个支持国会山暴乱的起诉 还有一系列税务方面的起诉 其中有一些已经败诉了 所以这个分析家认为 这次川普如果试图去竞选2024年的总统的话 恐怕成功的概率很小 我的判断是川普能够获得 共和党内部提名的可能性都很小 那么他如果说被共和党抛弃的话 你猜猜川普会怎么做 我说是从他的个性上去判断 我觉得他可能会脱离共和党 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参选 因为这种做法的话 是最能够让他保住面子的 川普一辈子要奋斗的就是他的面子 他要赢 他要给你一个强人的这个 我是一个永远不停息的斗士 这样一个概念 一个印象 那么他作为独立候选人的话 可能是他唯一可以保住面子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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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他很少像就是他输了以后 向那个赢家去去去去去祝贺 去去认输 然后说我的选民都来支持你 这个不太符合川普的个性 所以他如果是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呢 这问题就大了 他如果真的这样去做的话 他的结果就是去分裂了共和党 分流掉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 你从他的个性上来看 他真的是很可能会这样去做的 他是一个为了自己不惜牺牲 牺牲任何其他人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川普如果无法得到共和党 党内提名的话 他完全可能就分裂共和党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共和党人恐怕都快后悔死了 在2015年他们选择了川普这样一头怪兽 他给共和党造成的伤害 恐怕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痊愈 这个也是一个教训 历史上经常是这样 一个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 为了眼前的胜利 觉得自己受到威胁了 我为了眼前要去胜利 就去拥抱一个强人 比如说拥抱希特勒 拥抱川普 这种教训历史上留下很多 但是问题在于 我们总是不愿意去吸取这些教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